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前天有一位朋友找到我 说最近他们公司组织了一次体检活动 结果发现有一半的人甲状腺都不太好 特别是女性,10个人里边有8个都有节节 他就问我说怎么样才能来改善甲状腺的健康呢 在中医当中把甲抗、甲减、甲状腺肿大、甲状腺节节等等 甲状腺方面的疾病通称为因 在治疗的时候会用到一些特殊的穴位 其中有一个穴位效果特别的明显 这个穴位叫闭闹穴 今天我就教大家来应用这个穴位调节甲状腺的健康 闭闹穴在取穴的时候我们把手臂这样弯曲 用力握紧拳头,手臂用力 让你的手臂肩膀这里的一块肌肉扶起来 我们可以摸到肩膀的下面这里有很明显的 隆起的一个三角形的肌肉 在这个三角肌的下端 然后再往内侧一点贴着你骨头的边缘 按压下去会感觉特别的酸痛 这个地方就是必闹穴了 大家可以试着在这个附近摸一下 有没有特别疼痛的点或者是比较硬的节节 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指这样按压 也可以握拳这样轻轻的敲一敲 这样会更容易发现疼痛点 疼痛点可能没有在准确的穴位上 但是一定会出现在这个附近 如果甲状腺功能异常 特别是已经出现了甲状腺有节节有肿大 或者是时间比较长的人 那你就会发现在病闹穴这个附近不仅疼痛 还有明显的肘胀或者是筋结 这就是我们甲状腺功能异常所导致的阳性反应了 一般来讲哪一侧的甲状腺出现了功能的异常 在病闹穴附近就会出现阳性的反应 如果甲状腺问题出现在双侧 往往双侧的病闹穴附近都会出现阳性的反应点 右侧手臂也是一样 握拳手臂用力 在肩膀这个大大的三角肌下端 找痛点 以最痛的那个点为准 那为什么我们脖子上的问题 会在你的手臂上出现疼痛点反应点呢 从位置上来说 首阳明大肠经主要就是经过了甲状腺 有句老话说经脉所过主治所及也 就是说经脉所经过的位置上路线上它所出现的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从这条肩膀上去寻找解决办法 避闹穴就属于首阳明大肠经 首阳明大肠经对于画弹形器有非常独特而且重要的功效 周一所认为的各种阴流就是弹气聚集所成 所以我们自己首阳明大肠经上这个病闹穴 它可以消阴就是消除甲状腺的各种的结节肿块 从人体解剖学的角度上来说 甲状腺发生病变时 颈阔肌肌肉会变得聚集紧张 那么会使得我们整个这一片的肌肉筋膜都出现紧张软缩 所以在甲状腺病变的时候 就会导致病闹穴这个位置出现炎性反应或者是出现筋结 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会出现疼痛点了 那么找到了病闹穴之后 咱们怎么做 把自己的拇指立起来 放到你病闹穴上有筋结有疼痛的位置上 用力的点下去 然后用拇指的指尖去按揉 左右两边哪一边疼痛就去揉哪一边 每次按揉三到五分钟 每天两到三次 单侧有问题 你按揉单侧就行了 双侧有问题 那就双侧都要按揉 如果你的家中有刮刹板或者其他的小工具 梳子的背也可以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病闹穴附近做做刮刹 手握刮刹板 刮刹板垂直于皮肤 力度由轻到重 从上往下刮刹 从肩膀往手肘的这个方向啊 不要反方向去刮 每天至少做三到五次 每次三到五分钟 刮病闹穴 目的不在于出刹 这个目的就在于疏通 所以不出刹也是非常好的 您像我这样没有直接在皮肤上刮 我们就隔了一层很薄的衣服刮 也是可以的 因为目的就是在于疏通 以上这两个方法 我们选择任意的一个坚持操作一个月以上啊 当病闹穴这个附近的疼痛感逐渐消失或者是筋结逐渐变小变软的时候 甲状腺肿胀或者疼痛的现象也会明显的减轻 之后你可以再用爱揪条去爱揪一个月 每天一次每次左右各30分钟以上作为巩固 那么这个效果呀会更好 甲状腺跟我们情绪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熬夜发脾气生气都会让你甲状腺功能出现异常 而且女性又比男性甲状腺问题更加高发 大家如果发现有一些筋结啊 肿大呀 也不要太紧张 疏通经络调节情绪 那你气血顺了 甲状腺就平复了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